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卧室就是我要去监听P1这个值 如果它变化了 我就不知道 好 这样说 我们再去看一个事物 下场K10 再写个10 下场K10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执行 然后 开启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K10 K10 OK 进行 成功吧 因为刚刚前面那个事物 泡一小时我没有给学掉 成功了吧 你就看这个跟前面没有什么级别 是吧 你就可以帮我成功吧 来 我打开看 T2 咱们刚刚是可以成功了吧 好 来 开启 来 下场K11 来个11 OK吧 这时候我做的事情 干嘛呢 在另外一个地方 下一下K2 1 2 3 这边K2值是不是变了 对吧 跟前面不一样了 好 这时候它再执行 你就看见 失败了 失败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监听到这个K2它变化了 那么后面15所有的合作全部失败了 全部失败 这是握手一个功能 握手一个功能 我们以后在分布的事物中可能会用到这个东西 就我们在软件里面放K 我们今天看到 如果这个值方式变好了 那我们后面再加入公司 操作所有的代码全部失败 全部失败 好 这是这个软件性的一纲事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